那黑暗滴谷是刚才讲的 那黄小嘴他的儿子 对 然后这个儿子 其实很崇拜他父亲 但是呢 可是其他村民们都总觉得 他是一个气象 每次报不准的气象播报员 其实大家都瞧不起他 其实我觉得小禹老师 这个童话故事里面 在这个部分的东西 就是父子关系有抓到 其实客家人基本上 是一个隐形的 他好像也没有太肯定自己 他不太敢告诉别人 他是客家人 我们就利用父子关系 在讲这个东西 比如说爸爸 别人说他喜欢小嘴 他会羞辱他说 所以你生一个阿滴谷 对 他在小嘴 扁老师 生了一个阿滴谷 然后就用这种 比较运文的方式来做 可是别人又瞧不起他爸爸的时候 他非常痛苦 然后跟爸爸之间沟通 又爸爸比较威权 这也是我们去访问一些客家大楼 他们说客家男人比较严肃 爸爸通常爱孩子的时候 他会 他没有办法用语言说我爱你 可是他最后他可以用生命来牺牲 就讲客家的爸爸是可以用生命牺牲来去抢救孩子 可是他说不是一个我爱你 甚至于拥抱 这一听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 我们里面的一个父子关系的一个 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我觉得就是说 实际上面 那也是我们现在台湾实际的状况 就是说很多闽南家庭的小孩子 其实家里面如果不讲闽南语的话 其实小孩子就不会了 甚至于很多家庭里面是小孩子跟爸爸妈妈在学校里面讲国语 跟阿嬷讲闽南语等等的 所以他说在演出的过程当中 实际上面那个整个演出呈现上面 也是国语 英语 客语 然后闽南语全部都夹在当中 其实也就呈现出台湾现在整个大的环境 而更重要的部分是观众 观众的反应 对 因为实际上面就是说 虽然客家儿童音乐剧 那我们也很怕他做了只有客家人来看 所以语言上面的限制 限制就是说他 童话村里面的村长固定讲客家话 可是他旁边一定会加字幕去翻译 去协助这样子的共同 而里面的父子亲情的部分的东西 实际上面 小姚老师那一段那种 父子之间那种沟通的误会 我印象很深刻 我每次看到那一段 心中都会被勾起一些童年的记忆 就是当黄小 当那个黄小嘴知道台风要来了 他就很高兴的去 他就很高兴 不要爸爸终于要报准了 对对对 可是他去找阿迪古的时候怕台风来了 然后又跟阿迪古吵架 然后阿迪古就跑掉了 小孩子阿迪古在森林里面遇到了 那个胆小的保利台风 然后又很 他就说原来台风真的有来 只是他因为外围环流撞到了山 全部都没有了 所以他一个人孤单在森林里面 认识了阿迪古跟他的那三个好朋友之后 三个动物 然后阿迪古会带着保利台风说 我要带你到村里面告诉所有的人 我爸爸是准的 台风真的有来 而在那个时候跟父亲见面的时候 我觉得那种误会的冲突好大好大 爸爸很担心小孩子 然后就很生气的问小孩子说 你到底跑到哪里去了 然后他说 我带了一个台风要来给你 爸你最厉害了 我就说你是最全 全童话村里面最准的那个西江波报员 可是爸爸很气就说 台风你还到处乱跑 我讲的话你都不听 我做这个戏 其实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们可以从孩子的生活 或生命经验里面 去寻找到一种共通的语言 所以他不会局限于在所谓客家 或是你是闽南人你是原住民 而所有的观众当他进来看这个 客家儿童音乐剧的时候 他不会有文化上面的隔阂或差距 而反而他因为 藉由一个很有趣的童话故事 然后我讲里面很好听的音乐 因为我觉得这次非常成功 他们把里面 音乐写得非常好 他们把里面有好多 就是我们那时候 不是一起去拍了很多 我们那时候工作的朋友 他们有的人说 他们喜欢那个音乐离民 音乐盒里面的那个 传统的客家调 那也有人喜欢是什么 剧中里面台风的 台风的那个小女孩保利 说爸爸的爱会转弯 或者是说 可爱的客家化 那时候在讲说客家化很可爱的时候 又不是客家人 或童话村的人自己讲 而是台风家族来诠释客家人的有趣 那亦或是里面 他那种感动的目标 当台风遇到 当台风要来的时候 所有的童话岛的这些人 所有的这些台湾人 所有的客家人 实际上面他们面对灾难那种 很勇敢的站出来 我要面对灾难那种 勇气跟那种 毅力的那种团结的那种东西的表现 那我会觉得 他运用这样的方式 让我们去认知的客家人 他不会再像我们小时候 只是停留在所谓的节俭 所谓的应景或固执那样子的矛盾的点 而是就是说找到一个 包括现在的台湾的爸爸 应该这样讲就是说 我们其实很少时间陪小孩 但是我们总有好多话 想要跟小孩子来讲 然后有时候跟妈妈讲也不一定通 因为我们在家里面的时间都很少 其实把很多家庭管理 或是小孩子生活料理的工作东西 都请妈妈来处理 所以我们常常都会运用 系里面这样的方式 把我们心里头的一些话 告诉所有的孩子 告诉所有的父母亲 就是说实际上面面对孩子的 教养的方式其实有很多种 或者是说面对孩子的 行为表现的时候 有时候你真的要 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欣赏他们 否则的话 你任何一个小孩子 因为我觉得 我们这一代的人 在做剧场或学艺术 其实在这个社会里面 其实蛮辛苦的 做剧场工作 其实在台湾不算个职业 我都很担心就是说 我的小孩子以后 上小学的时候 在写父亲的职业栏的时候 他的母亲是老师嘛 是学音乐的 然后好像是一个很正刚的事情 那他父亲应该写什么 剧场工作者 还是写艺术家 我觉得那个东西好像 不是一个行当这样子 其他大部分的观众 对于戏剧的观念 其实上面还是会比较停留在一些传统 或者是比较大家刻板印象中的那种 一定要寓教娱乐 然后开出戏一定会很严肃的 那样子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们一直在做很多的扎根跟推广 然后做下乡的计划 然后在各种不同的机会里面演出 直风车我们演到什么 幼稚园毕业典礼 我们演到那个百货公司的周年庆 演到跨年 演到各个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希望能够运用更多元的方式 把我们心里面所喜爱的艺术 把我们心里面所认知的教育 能够传达给所有的人 在华人社会其实艺术也好 电影也好或者戏剧也好 都觉得是一个没有用的人 因为华人社会基本上是一个 比较强调务实而有用的一个社会 那艺术本身好像是无用 可是最后你会发现 真正能够解放整个华人社会一些 比较僵硬思想的最后还是艺术 我想这一次这个阿迪古之所以 能够掀起一个很高的热潮 其实他已经解放了 大家传统对客家文化的一个刻板印象 他也解放了一个对儿童戏剧的观念 谢谢大家收看